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言辞锋利,与凤行点评林更新备受关注 国剧市场真是热闹,不少古装偶像剧都靠着那些超棒的IP变成了超好看的剧,简直就是一大亮点 这部刚刚上线的与凤行就是如此 赵丽颖和林更新再次合作的消息在开播前就引发了广泛关注,成功为这部剧预热 开播后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短短半小时内就轻松打破了平台的热度记录,展现了强大的吸引力 楚桥船里的这两位主演合作让人印象深刻,大家都好奇他们再次合作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真是让人期待啊!尽管是两位主角的激烈较量,但这仍然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和甜蜜滋味的神话爱情故事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主线,也是观众最期待的部分 然而,当这部剧播出四集后,观众们的评价却出现了分歧 从制作到演员,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也让这部剧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 这部剧真的超火的!看它的播放量一直在飙升,明显就是一部大热的仙侠剧 跟其他同类型的剧比起来简直是碾压啊! 它的特效做得超级棒,完全构建了一个奇幻又唯美的仙侠世界 让之前那些质疑的声音全都消失了 真心推荐大家去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随着作品越来越受欢迎,主演也备受瞩目 之前赵丽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林更新在与凤行中的表现 虽然她没有直接评价她的演技,但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深意 这四集真是看得人欲罢不能,观众们都大呼不够过瘾 熬夜追完,感觉心里还空落落的,真是意犹未尽啊 咱们进入正题,虽然前面的铺垫可能显得有些慢热 但别担心,因为故事的脉络都非常明朗 简单梳理一下背景之后,马上就会切入道主干情节 让你一口气看下去,绝对过瘾 哎呀,女主审离可真是倒霉,流落到了凡间 差点就被荡成普通的山鸡给卖掉了 好在行云这个大好人及时出现,把她给买了下来,还帮她疗伤呢 这可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啊 沈黎流落凡间后,她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奇 她开始逐渐熟悉周围的环境,包括一直陪伴在身边的行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来越亲近,一种莫名的情愫也悄然滋生 叙事过程中,巧妙地融入了清喜剧元素 让沈黎和行云的互动过程更加引人入胜 充满了不少让人捧腹大笑的瞬间 沈黎渐渐恢复了人形,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然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每天都难免会有碰面的时候 这也让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小插曲 这些插曲虽然让人哭笑不得,但却在无形中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让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 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实力相当,都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 可以说他们的实力在同一水平上,真的很不错 沈黎,她原本是一只凤凰,属于魔族 但因为不想结婚,她选择了逃离,结果流落到了人间 变成了一只看似普通的山鸡 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行云 行云可不是普通人,她其实是太古真神 只是不知道为啥被困在了凡人的身体里,成了个病秧子 你注意到了吗? 这部剧里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哎呀,你说这仙侠剧啊,怎么一股子人间烟火味呢? 开头部分可是下了不少功夫,用这浓浓的烟火气来描绘男女主角的相遇和相识 这样子,后面的离别也就更有感情基础了 这种处理方式真是巧妙,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那种真挚的情感,挺有意思的 这种设计真的很棒,它能让观众更容易沉浸在故事中,感受到角色的情感 一旦观众被深深地吸引进剧情,那种情节的起伏和张力就会更加明显,让人欲罢不能 这样的设计真的很巧妙,既增强了观众的观看体验,又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这部剧的特效包装也是一大亮点,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哪怕只是一集,也足以看出制作团队的用心 为了营造出仙侠世界的奇幻感,他们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特效手段层出不穷,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种视觉冲击力,确实让人感受到了仙侠剧的独特魅力 这部剧首播就能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跟它的高质量密不可分 说不定能成为这个类型的爆款剧呢 与凤行这部剧让人超期待的就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再次合作啦 可能很多人在看到沈黎和行云一起出现的时候,会突然有种像是回到了楚桥传的感觉 虽然两位演员的表演受到了一些争议,但他们的角色塑造还是相当到位的 85后演员里,赵丽颖可是个演技派 你看他演的那些古装剧,像陆珍传奇,花千古还有楚桥传 每个角色都被他演得活灵活现,让人一看就能记住 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角色特色鲜明,观众一看就能分辨出来 赵丽颖的演技,真的是让人佩服啊 赵丽颖在新剧中扮演的沈黎,再次展现了他的独特魅力,让人眼前一亮 沈黎在凡间漂泊许久,伤势终于好转,重新化为人形 他抬头看着天空中流动的云彩,脸上带着一丝冷漠 仿佛并不想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牵扯 即使在与人交谈时,他的语气也是冷淡而疏离的 仿佛与所有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当可行云不小心轻轻触碰到他的身体时,他的脸颊瞬间泛起一抹红韵 如同出生的朝霞般娇艳欲滴 这一刹那,他的眼神中似乎多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温柔,仿佛春水出生,润雾无声 演员们从冰冷的态度到温暖的眼神,这种微妙的情感转变,确实展现出了他们精湛的演技 要捕捉到这种细腻的表达,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也足以证明演员们的实力不容小觑 这种演技,让人佩服 他是个温柔的人,但也有着一股萨爽的英气 每次沈黎释放法力,他的眼神都显得异常坚定,气场也随之强大,让人感受到他的英气逼人 从赵丽颖在镜头前的表现来看,他的演技确实非常出色,没有让观众感到失望 跟女主比起来,男主临更新就显得有点普通了 剧集播出后,他演的行云可真是被大家纷纷议论啊 形象上,很多人觉得差点先弃 演技上,又被说太做作,几眉弄眼的,眼神乱飘,细节上过于夸张了 总的来说,就是大家对他的表演不太满意 哎呀,说到这原声台词部分,可真是让人有些失望呢 林更新在这部戏里的表现,总感觉像是少了点什么 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有气无力的,让人听了真是提不起劲 这样的表演,对于角色的立体度来说,简直就是大打折扣啊 你说,一个演员如果连台词都演不好,那他怎么能把角色演得生动有趣呢 希望林更新以后能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吧 一些情绪本该激烈起伏,却显得相对平淡无奇 没有了冲突和转折,角色的张力就难以展现,甚至还不如其他配角抢眼 在一次之前的访问中,赵丽颖谈及了林更新所扮演的角色行云 她如此评价 这次的合作简直是天衣无缝 我们见识到了林更新那不同以往的一面 她真的给这个角色和整部戏注入了自己独特的魅力,风格十足 很多人好奇,林更新这种独特的演绎方式是不是就是大家所说的油腻呢 不过,当看到赵丽颖的评论后 大家纷纷表示,虽然她并没有直接评价林更新的演技 但她的每一个字都显得那么有分量,引人深思 对于这些争议,我们或许需要采取一种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看待 行云,原本是高高在上的太古真神 却在人间沦为了一个病弱之躯 她原本的仙气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 但别担心,随着故事的展开 行云的形象和地位将会有巨大的转变 这样的变化或许会让这个角色更加鲜活 更加引人入胜 希望林更新接下来的演出能有新的突破 如果还是像之前那样演技不够 那她在这部剧里可能会显得格格不入 也容易招来观众的批评和非议 大家都希望她能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别让大家失望啊 雨凤行这部剧可真是话题不断 虽然争议不少 但人气就是高得吓人 收视率也是稳稳当当的 那些热门话题 不仅给这部剧增加了不少曝光度 也带来了很多流量 看来,随着剧情的发展 这部剧的热度还会持续升温 前景可期啊 虽然制作上有些小瑕疵 演员阵容也未能完全达到观众的期待 但只要剧情能够稳住 这部作品还是有望成为一部佳作 古偶剧要想成功 离不开出色的演员阵容 就拿赵丽颖对林更新的评价来说吧 她希望她那种别具一格的特色能够得到更多展现 成为她作为演员或者作品的一个亮点 古偶剧嘛 最重要的就是演员了 赵丽颖还特地说过 希望林更新的那种独特的风格能够更突出 成为她个人或者作品的一个招牌 在《语奉行》中 赵丽颖的言辞锋利的点评林更新被受关注 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对林更新个人演技的赞扬 更是对整个剧集制作团队的肯定和认可 赵丽颖以她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对林更新的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而这种直言不讳的评价也展现了她作为一位优秀演员的敏锐眼光 和对表演艺术的深刻理解 赵丽颖的评价言辞不仅简洁而精准 而且更是字字朱击 点到极止 令人回味无穷 她对林更新的评价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更是深刻挖掘了角色背后的情感和内涵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试听盛宴 这样的点评不仅在剧集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也深深触动了广大观众的心弦 赵丽颖以她独特的魅力和才华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试听盛宴 让人仿佛至深其中 感受到了角色之间的情感碰撞和内心世界的细腻表达 通过她的点评 观众不仅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也更加体会到了演员们为角色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赵丽颖的言辞锋利 不仅令人印象深刻 更是为剧集的成功增添了不少看点和亮点 因此 在欣赏与凤行的同时 让我们一同感受赵丽颖带来的精彩表演和言辞之美 期待她未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王一博鲨鱼家风靡全球 粉丝疯狂追捧 双引号 哈哈哈哈 大家有没有被最近火遍全网的王一博鲨鱼家动作给逗乐啊 这哥们简直是个宝藏男孩 不仅舞跳得好 连做个动作都能让人笑出腹肌 话说这鲨鱼家 听起来就挺有画面感的 一般人能做个批插就不错了 但王一博呢 他不仅能批插 还能在这基础上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优雅与力量 仿佛一条鲨鱼在水中优压的游动 加住所有的目光与赞叹 看到这动作 网友们可都做不住了 纷纷在家尝试起来 结果呢 有人差点把地板给磨穿 有人则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有位网友更是搞笑地表示 我试了好几遍 结果家里的地板都快被我磨出火花来了 王一博 你赔我地板 双引号 而更有创意的网友 则开始脑洞大开 将鲨鱼家的创意发挥到极致 有人竟然把王一博的鲨鱼家动作做成钟表 每次看时间都能联想到那独特的姿势 简直让人忍俊不禁 还有人将其设计成手机支架 一边刷手机一边欣赏王一博的柔韧之美 这操作也太有才了吧 不仅如此 还有网友调侃道 如果能有个王一博鲨鱼家抱枕就好了 晚上抱着睡觉 一定能做个好梦 看来王一博的鲨鱼家不仅成了网友们模仿的对象 还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小乐趣 话说回来 如果真的制作出了王一博同款鲨鱼家发夹 或者钟表 手机支架等周边商品 你会买吗 想象一下 满大街的人都夹着这样的发夹 或者家里摆满了王一博鲨鱼家的创意产品 那画面简直不要太搞笑 不管怎样 我们都期待着这种有趣的创意能够成为现实 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王一博的才华与魅力 同时 也期待着王一博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欢乐 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轻松与快乐 那么 如果真的出了这些周边 你会尝试吗 王一博的鲨鱼家不只是一种时尚潮流 而是一种粉丝心头的心宠 这一风潮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席卷 引发了无数粉丝的疯狂追捧 这种热潮不仅仅是一种服饰风格 更是一种对偶像的狂热热爱的表达 从王一博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星如何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时尚品味 引领着粉丝们的潮流趋势 他的鲨鱼家不仅仅是一种穿着 更是一种态度 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的态度 这种热情不仅仅停留在国内 而是迅速传播到了全球各地 成为了粉丝们追逐的焦点 对于粉丝们来说 跟随王一博的时尚潮流 不仅仅是一种时尚追求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通过穿着鲨鱼家 他们表达了对偶像的支持和喜爱 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时尚品味和个性 这种鲨鱼家热潮的兴起 也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作为偶像的巨大影响力 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一种精神支柱 为粉丝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激励 因此 无论你是王一博的粉丝 还是时尚追随者 都无法抵挡鲨鱼家的诱惑 让我们跟随着这股潮流 一同感受时尚的魅力 展现个性的风采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